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我们来写一个案例 就是这一个猫眼 这一个电影网址的一个构建 我们要构建出这么一个网址出来 我们来看一个第二个案例 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实 然后再说我们后面这一个内容 后面这一个内容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会得出这一个内容 我们最终的话 要构建这一些网页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用到0134到90对吧 这里面我们就给一些提示吧 就直接付R1 因为我们的一个range吧 range里面我们跟一个10就可以了 在这里面我们去打印一下R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重复的 它构建出来 这个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翻页的一个效果吧 翻页的一个效果 这里面的话就当做我们的一个基础条件 这一个的话 后面我们会去讲这一个for语句 for语句 for语句 你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提干信息 提干信息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去构建这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进行一个构建 这里面的话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模板字符串 然后再把我们下面这一个0到9 通通把它给用起来 对吧 那么第一个 我们来构建一个模板字符串 模板字符串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构建 然后我直接给这一个i就可以了 百分号s的话 我就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给一个百分号 这个地方我们给一个百分号 百分号里面的话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直接给一个i就行了 如果有很多个元素的话 我们要给一个括号 里面再去放着一个i的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百分号s 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一个问号 这个的话我们是 这个我们给他处理一下 看一下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百分 这个是我们s实习的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三个的话是我们这一个 第三个我们来一下 这一个f的一个使用的话 他只能用我们这一个 f的话 他是直接在这里面 往他这里面去嵌入这一个re 这个re的话 不能直接去写 写的话 他是1,2,3,4,5,6,7,8,9 对吧 在这个地方我们最好是re的话 我们应该是给他乘上一个1,10 给他乘上一个1,10 这样的话 我们得出来的才是上面这一个构建出来的这一个内容 在这一个的话 是我们这一个案例 字符串去构建这一个 构建这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模板 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去加一个括号 加一个括号 re乘上1,10才对 这里面的话 就是这三种方式 像这一个的话 你想一下这个代码的话 上面的话 直接把我们模板定在外面的对吧 如果没有这一句我们的一个代码的口读性会更加强一点 因为读 理解起来会更加的简单 但是下面这一句的话 你直接把这一个网址写在这里 我如果想看懂这一个代码的话 我还要把这一句 把这个网址给他理解一下 我才能清楚他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所以这一个的话 是我们字符串的三种格式化的一个方式 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这个案例就结束了 那么关于这三种字符串的一个格式化方式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有问题可以问一下 没问题的话 敲个1我们就过了 听不懂懵懵懂懂的 就敲个2给我看一下 有一个问题 如果要定义多个字符串 你可以直接定义在这个地方 没有关系的 如果你想在另外一个文件中使用的话 那么要使用到模块之类的一些方法 那个在进阶课里面我们会去讲的 是一个模块封装的 就是模块封装的一个 那个的话是属于面向对象 模块封装 对象模块封装 这个的话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吧 今天的话讲的忘记了时间 中途的话我们没有休息 承受得住吗 这个地方要不要休息休息三分钟 不要休息的话我们就继续讲 休息三分钟吧 我们二时再开始继续讲吧 二时再开始继续讲 按理说的话 应该是在九点钟左右 我们应该是休息三到五分钟 去上个厕所吧 等点屋时的 这是我们这一个字符串 接下来是我们字符串的常用方法 在这三分钟的话 如果前面你有哪个细节点忘记了 或者哪个地方有疑问的 也可以随时在这里问出来 我去趁这三分钟 我们去解答一下 我们去解答一下 老师你除了讲基础高级开发还讲什么 基础 现在我带的是基础 进阶 然后还有外部全站 之前的话还讲爬虫 现在的话爬虫是山河老师在讲 技术课上完课之后 下节课是什么 技术课上完之后的话 下一次课应该是 进阶课了 进阶课 下一次应该是进阶课和 好像是进阶和江哥吧 你可以问一下丸子 排课相关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丸子 我讲江哥吗 我讲的是flask 不讲江哥 Formator如何指定阶属 可以直接指定 这里面的话 Formator 看一下这个 数据分析是 数据分析是马克老师 江哥的话是顾安老师 这里面也可以指定吧 这个地方我们加一个括吧 姓名 然后直接加上一个愣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点上一个format 这里面的话 我们给一个愣 愣等于一个张三 这样的话就是指定参数 然后我们再给一个这个地方 我们再给一个吧 前面的话 我们给他一个编号吧 n o 这个地方我们在后面再传一个n o 等于一个0 但是没必要 这个编号的话 我也基本不用啊 很少用这一种 很少用这种东西